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五仔 這一節講講蔡豐華先生的報道 我評論一下他的報道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為什麼要這樣說呢? 因為蔡先生暫時都聽聽我們的台 然後上次就說我們的驚人內幕都沒有內幕 一向都是評論員 評論員就算了 我猜不到他看完之後 你這個友仔 我媽媽聽你長大 我就說說說話 不要緊的 他的意見我都收到 這次看蔡先生 下個月在荃灣大會堂搞演唱會 上年十月兩場爆滿 這次就搞第二次 大家支持蔡豐華先生 是吧? 真的好 唱歌 他自知出品 自己做了老闆 他說他沒有虧過本 搞演唱會 我剛剛研究和朋友搞演唱會要多少錢成本 不是特別多 小本經營 不過他們要買台燈聲也不少錢 十萬八萬都走不掉 我猜吧 大概這樣 他現在有一個新的演唱會 叫做情深永記 蔡豐華 多年來令人永遠無法忘記 殺光輝的事 但是他說其實這個對他的打擊 是一點都不大 反而別人說他有精神病 說他四大癲王 和南傑英 洪潮峰 還有誰呢? 加上蔡豐華還有一個 齊了名 他說這個反而是最大的打擊 你說他是精神病 那你聽他說話 做訪問的時候 他不是不懂得說話 有時候有些說話說得就不太清楚 可能想事情也未必說太快 是 那你怎麼沒有的 你那時候被人說是瘋的 這些越描越黑的 是不是 其實我有講過一個 叫做預言故事 一個人怎樣去證實自己 不是瘋的 就是每一次 別人對你做什麼 你都說 麻煩 麻煩 做好你自己 那就行了 那蔡先生 我看到他的訪問 他也是這樣說的 他不是有問題的 思路是正常 不過他人就 以前感覺上 見到一些不停的事 會說一下 記住某些事情 這樣那種 好像姜濤現在都不是瘋 不過有人說他越來越是蔡豐華 真奇怪 蔡豐華不是瘋的 那為什麼你要這樣去說姜濤呢 等一下 說姜濤那時候再說 好 蔡先生經歷這麼多事情 他說人家傷害了你已經發生了 唯有向前看 他說你有仇人的 最好的報復就是做好你自己 其實這也不是報仇的 那你不要當那些人是仇人 對不對 怎麼說 黑勤哥有個歌 說什麼 有人難我 有人扶我 就做我所有突破 如果通行無阻 就不會有今天的自己 很多哲學 你不用當那些人有仇 對不對 每個壞人都做過好人 這個就是阿勤那首歌 叫做一歌都不能少 壞人在你生命中有一定的存在位置 蔡先生說有生之年都會繼續唱下去 最近還入紙紅館 厲害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說說胡鋒 胡鋒也可以 九十幾歲 從已經七十年了 九十幾歲都可以紅館 現在很多人都看這些做頭 好像周星馳未來可能復出 他又看到四哥都拿影帝 老人家 有時候前輩給到我們 就是一種很大的鼓勵 我們都算是什麼 有些人說 吾仔你老了 嘩 四十歲都老了 不是吧 六十二個都說自己年輕 九十歲的都是年輕人 在台上跳跳一下 看你的靈魂有幾年 我覺得做表演 蔡鋒華都有一班 忠實粉絲對他不離不棄 每當在網上出現新舊的消息 他說那些粉絲都會自動轉發 都頗忠心 訪問當日 歌迷助手陪同他到場 原來 你看近年 蔡鋒華先生 經常戴著脈超 你以為他扮謝賢 你以為他扮有型 其實報紙寫他有眼疾 做了眼疾手術 要避強光 是必須的 你看看影片 你看到蔡鋒華大 黑超如果近 你看到他的眼睛 很懵吐 不只是健康的眼睛 原來他的眼睛有事 他也說自己一晚沒睡過 他現在很累 做訪問的時候 近期的訪問 問他為何不睡 他又沒回答 緊張吧 很久沒見鏡頭 還是怎樣 不知道什麼 藝術家有時候 去到這些場面 前一天可能都會 因為我覺得藝術家很多時候 沒有什麼紀律 我以前都喜歡唱歌 演戲 但我跳在另一個界別 我覺得自己做運動員 比較適合 藝術家最沒有就是這些 你說他整晚都可以沒有睡 小心點 因為蔡鋒華看到下巴很大 這個小心點 健康 檢查一下 保健好一點 他說近年的收入如何 疫情也不能說 他誰都開不了演唱會 對他有影響 但是他說自己有錢 他說股票也是收息股 有被動收入 一早就不用做 那種 他沒有什麼問題 很節省 他有沒有不良嗜好 嫖到喝吹也與他無關 那些人生很悶 真是 你又不見他喝酒 不見他吃煙 賭錢也沒有 滾女人也好像沒什麼 看他很心情小王子 看他近期的訪問 還在說以前的初戀情人 對了 近期活躍 國內又找他去順德表演 接下來又去美嘉做show 有錢花吧 他說原來張國榮 現在還在生 比他再大四年 蔡峰華原來是小過哥哥 我以為哥哥小過他 那時候薩拉光輝 不代表永恆 我以為是一個前輩 告訴後輩 因為每個人都是這樣說 他說 蔡峰華以前紅 當張國榮紅過他的時候 他就這樣說 長江後浪推前浪 不是啊 張國榮比他大 所以這句解釋 就是說他什麼薩拉光輝 不代表永恆被人雪藏 蔡峰華自己說 你看他講話的思路都很正常 他說那些人自己找答案 答案都不是答案 他們要想 為什麼蔡峰華會收皮 為什麼會抹落 以他講回他的時間罪 似乎 這個大部分人相信的傳聞 就是假的 但是當一個謊言 說一萬次之後 一個謊言就變成真的 坊間你問十萬個 可能十萬個都這樣回答你了 薩拉光輝代表永恆 然後被人雪藏 都不合理 說他這樣就被人雪藏 你看肥姜 現在有沒有被人雪藏 沒有啊 蔡峰華說了一個消息 他說當時是這樣的 他得罪了Sony老闆 被人這樣KO了 詳細沒有說 待會再說多些給你們聽 他說 其實那件事 薩拉光輝 不代表永恆 和張國榮 根本沒有戒替 那句話是貴選港 他還有跟Leslie聯繫 你們不知道 那件事在1985年發生 1986年雷台長 坐在戚冊的前身 他說全香港最紅的歌聲都有份出現 張學友也在 張學友 羅文坐在旁邊 他說唱絕對空虛在台上 第一個拍爛首張歌叫張國榮 他說那時候發生了 之後一年多 他說我跟張國榮都沒有交惡 他說不是這樣的 是那些人說的 他說 張國榮 其實你看他的子女行家 他有些時候都 他說 哥哥最介意就是 飛頂舞落街被人扔回頭 你看今天不設防 張國榮也親口說 他就說自己 出場唱殘夢的時候 挺好反應 但反而張國榮又被人虛 他說這些 蔡峰說 其實 張國榮、陳百強和 中寶羅 是中環三太子 所以李思哲 經常抽的水 就說 當年Leslie 妹 Danny 他真的經常抽這些水 他都喜歡說舊底的東西 不說舊底的東西 難道是說現在的東西嗎 難道抽姜濤水嗎 我又提到姜濤 不斷扔到他 其實他只是說回他那個年代的東西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不過有些人覺得 對 他經常說來說去都是說舊底的 他自己說 當時他得罪了 Sony的高層 我這樣聽 高層也挺小器的 Sony的總經理叫做 Tony Lee 86年的時候 他保住韓瑪莉的妹 韓瑪莉的妹 叫韓彥紅 也挺漂亮的 1982年香港小姐的友誼小姐 當時他做蔡峰華的保母 他照顧她 他跟她說 你多做白金就可以了 誰知道公司突然炒她 他本身也不應該出聲 韓瑪莉的妹求她 她說 我沒理由不幫她 他跟大老闆說 你要炒韓彥紅 沒問題 但我希望大老闆 我有個演唱會 有個碟她跟著 你等她跟著 才讓她離職 大老闆答應了 當時總經理非常不滿意 回到公司 他馬上說 蔡先生 他說 為何叫蔡先生 從小看到我長大 都不是這樣叫我 他知道我打電話給大老闆 然後 得罪了Tony Lee 之後一個晚上 有一個人叫陳家英跟他說 他本身跟Tony Lee很熟 他說Tony Lee說 你不能做 他就暗示了 要把所有的資源拿走 挺小器的 我就做這些評論 你說不出口 我說了 炒一個人 跟一個人不能做 關不關事 本身是不關事 但是你拿莊 就關事了 現在我要解僱的人 你亦我意 他這些是權鬥 你問我就是權鬥 跟蔡豐華不能做 是無關的 兩體 你得罪了Tony高層 你不能做管公司 東加不打就打西加 不過最壞 就是可能高層 跟另外一些公司的高層 又談到 解放些風出來 唉 我又覺得 蔡豐華 當時又不是很自強 另外 因為他有很多感情的糾紛 為情自殺 他就說自己很傻 因為他跟女朋友定了婚 又有第三者 女朋友有第三者 他這樣說 那個不算女朋友的老婆 因為只是未註冊 怎樣說呢 青梅竹馬 後期發現第三者很痛苦 所以他奉勸那些人 要走就走得瀟灑一些 關係同居了很久 現在不怕說 以前是偶像派 曾經對她說 她對過女人說 哪一個人出賣我都不要緊 但她說 躺在我旁邊的人出賣我 就很傷心 這個打擊對她很大 因為她定了婚 那時候不能曝光 她說 現在不同 抱著十個兒子都可以做偶像派 當時有記者問 當時譚詠麟不是也有個沙里嗎 你問沙里 人家是紅館問她 你是不是譚詠麟是誰 沙里會說什麼 我不認識譚詠麟的 她說你做不做得到 她說劉德華也是 每人都知道朱麗善 這麼多年都不出聲 直到有個女兒之後 她說現在無所謂 時代不行 她說一個偶像派的人 別說有老婆 女朋友也不行 她說她那時候也很痛苦 因為這件事 她很強調幾件事 就說殺雅光輝那些 說笑而已 後來其實 因為得罪了人 被人封殺 她也不覺得是怎麼回事 反而 在九十年代被人冤枉 她是有精神病 她就是很生氣 其實也不用生氣 她說 她說我嫂是精神科護士長 她說我有精神問題 她說荒謬 她用實際工作去否定這些事 其實也不用 你聽她說話 她沒有精神病 有精神病的人是語無倫次 她說話是有文有勞 不過你說 好像發哥那樣 很多人喜歡她 又未必 不是說小眾 發哥那些大眾都喜歡 當然你說有些歌迷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但有些人說話是厲害到 你未認識她 未見過她都喜歡她 對 彩鋒華說話 我覺得 有些 自我忠心 但自我忠心是正常的 藝術家 說一下她 真的入籽紅館 但不批我長 今年都敷了 拿不到期 但她都會繼續入籽 入到做到紅館為止 說到這個四大瘋王 把蔡鋒華放進去 她說像是過山車的人生 但至少今天還可以唱 唱好些歌 做實事就可以了 她說謠言不公自破 她說鄭重聲明 她說沒有人接濟過她 從來沒有去借過人錢 無論環境多差 她也不會買人借錢 也沒有欠人債 但經濟上她也會積蓄 將來一路路會推上去 希望盡快在紅館和大家見面 她一日未斷氣 一日都要唱下去 她說六字頭 很多都活躍 現在的歌手還是 還可以唱到十年八載 可以的 她說看看胡鋒九十幾了 重影七十年 她說我覺得如果她 都可以 她說我也有人聽的話 還要有人看我 為什麼我不做下去呢 常盡人情冷暖的蔡風華 就說做好自己 就是她說報仇 或者對著仇家敵人 令到她們 你越看不起我 她說我的心就越好 我越做得好 你們就越不開心 我覺得做人就不需要想這些 這個世界都沒有仇家可言 你做得多好 又說說姜濤 那麼多人喜歡 一樣有人不喜歡 古天樂也是 一樣有人說話 發神經 昨天有個年輕人說 在我留言 他說 古天樂 我還沒被人包 沒被人包之前 有肯錢 他跟我說 當然說 我說髒話 我是發瘋的 包 什麼包 你看著她被人包 還有 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說她被人包 她無線一線小生 連身過千萬 這樣叫沒有錢 你很有錢 有些人喜歡九不答八 其實有精神病的人不是你 是說那些九不答八 那些人 你怎麼知道她是什麼人 你明明不認識那個人 顧天樂 你明明不認識她 說得好像看著她被人刺 這樣 是不是 這個世界 不用管這麼多 說到蔡峰華有沒有女朋友 她說 你有沒有介紹一個好的給我 她說了不結婚 搞什麼 一紙分書 是什麼 那就是什麼 分身家 就是什麼 愛就在一起 她就這樣說 很多藝術家都是這樣看的 別人問她是否孤獨 她說不孤獨 她說不孤獨 很充實 她自己喜歡音樂 又喜歡彈結他 她買一些漂亮的結他 有得讚 結他升值 好像很開心 那就好 猶然自得 找到自己的樂趣 蔡峰華 雖然未必是大眾 非常多人喜歡 可能說話或各樣 因為人很現實 很現實 現在不是偶像派 以前偶像派 蔡峰華 年輕笑起來 還不錯 我看她的笑容 我想回我之前看的那套台灣劇 什麼 我以為我 那隻鬼做一家人 那件事 那個男主角的笑容 和蔡峰華 年輕的笑容 有點像 她也是偶像派 以前 偶像派 一肥了 說話不善辭令 真的被大眾離棄 為何又會提到姜濤呢 因為我近來看的新聞 真是肥了和不善辭令 你想想 唱歌 唱到街之項文的音樂 都這樣 有些人說 那位 就是後輩 歌曲出的就有出 點擊就有了 但是你禁錄 你禁錄了 都不代表我聽了 是不是 那真是危險的 危險的 不知道會不會 但是我反而說 狂不狂 喂 蔡峰華都沒有阿姜生那麼狂 我們今天會多一段影片 說一說阿姜生那件事 如果大家聽到這條,為什麼會經常說的呢? 你聽聽那條,聽聽你又怎樣看 今集講到這裡,有興趣就光顧蔡豐華 找她 聽聽她的歌合不合你聽,應該也對的 好,那就加油了,前輩,再見